大家好,今天會教大家紮一個魚骨邊 我們會用一半的頭髮來紮 出來的效果比較斯文和容易配襯衣服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魚骨邊很難紮 他的道理很簡單 只是把頭髮分成兩撮 然後把最外面的小汁頭髮搭到中間 紮完整條便完成 首先拿起上面一半的頭髮 然後把上面的頭髮分成兩撮 魚骨邊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紮的話很容易會很散 所以我們會把其中一半的頭髮分成一半 用一個最簡單的紮邊的效果 就可以把頭髮觸得比較緊 首先把頭髮搭過來 然後再這樣搭 這個應該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然後把後面的頭髮再搭上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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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應該會看到其實面頭這裡應該都夠緊的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真正去紮這個魚骨邊了 其實他的道理很簡單 只是把最外面的頭髮放進去中間 一路紮下去 它慢慢的魚骨的形狀就會出來 其實魚骨的粗幼 就是取決於你每一次拿的頭髮有多少 那譬如我這裏呢 可能拿比較大粗一點的 這樣搭下來 那待會大家就會看到 可能頭頂這幾度 這一部分 那個魚骨的形狀就會比較粗的了 那紮到尾的時候 其實綁上橡筋 這樣就完成了 去世衛 你去世衛